又到我们化妆教室一分钟了 上一次讲完粉底之外 我们今次就讲了concealer concealer有这么多不同质地 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首先liquid状的concealer是比较容易控制 如果本身的面多红印或者低度的暗瘡印 我们可以选一只 但戴心的 例如穿这些位置 我们未必可以遮得到 这些面和眼睛都可以用到 它的质地感觉比较透薄 所以比较容易用 另外 笔状 笔状其实大家都会用这件的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 on top 用来做一个 touch up 或者遮盘这些 如果是化完妆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一只 但我建议底妆的时候 都是建议用什么类型 就是stick状 这些stick状扭出来的 或者这些creamy状 stick状和creamy状 在这么多遮瑕里面 是属于最高遮瑕度的一种 它的质感较厚 你会用厚的茶出来一块 但其实我们可以用一支遮瑕嫂 已经可以把份量推薄了 那就可以了 眼睛我们可以用creamy状 面的话我们可以用stick状 除非你全面很干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creamy状全面液 液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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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